她曾是马景涛最爱女人,也是曾国成,最想挽回的女人。每年胜过钟立体,如今52岁却仍凄惨般深度日。 娱乐圈有一些女明星,她们从来没有大红大子过,但在某一部戏里面金红一瞥,就让观众深深地记住她们的美貌。 像《小李飞刀》里的金红仙子于飞红,像于美人里的金牡丹孙丽,少年天子里的乌云珠或思艳,人龙传说中的小鱼元杰盈,陆顶记里的俏阿柯良小兵,宝莲灯里的嫦娥严丹臣,这些女明星都没有红到一线,有一些甚至已经被遗忘, 但她们曾经塑造的角色永远都是经典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女明星,年轻时有著出众的美貌和气质,性感火赖的身材不输公认的性感女神中立体,咆哮教主马景涛曾说她是她这辈子最爱的女人,如今的她已经被观众遗忘, 52岁依然没有人去独守空归,令人唏嘘感叹。 余丽,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吗?刚出道时候的余丽,还很青涩,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清纯内向的女孩子,以后会成为性感美艳的女明星余丽最开始是舞蹈演员,后来受伤,舞蹈梦也因此结束了。 在朋友的介绍下,余丽误打勿撞地进入了影视圈。 刚入行的时候,拍了26个姑娘,傅与姿等几部戏,但都没有太大的动静。 1985年,余丽被调到了竹江电影制片场,才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电影演员。 余丽演艺事业的早期,一直都在内地拍电影,不过始终没有大红大紫。 1987年,徐安华导演武侠剧《书建恩仇录》中,余丽饰演《欲如意义角》,则片制作精良,88年在香港电影《金像》奖中拿到最佳影片,最佳导演,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。 1989年,由郎嘉玲、梁玉锦、桃泽如等主演的电影《寡妇村》拿到了十二届大众百花电影奖的最佳故事片,余丽也平级爱来一角提名最佳女配角,可惜最终败给了巩丽。 1990年,余丽作为女一号主演了朱江电影制片场的《冰上情火》,在片中饰演赵雅吟这一角色。 余丽和刘德华天子门生剧照 余丽的演语事业高峰是在到港台发展之后,拍完《冰上情火》后余丽就到香港拍电影了,91年就拍摄了《天子门生》、《离线枕边人》、《猛鬼入侵黑社会》、《监狱风云2》等四部电影,开始打响自己的名头。 95年,余丽和黄秋生、吴启华、梁思敏等一起主演了《港片街坊差人》,在里面有《大尺度》的演出,这部戏也是她转型性感路线的代表作。 和电影相比,余丽在电视影评上的成绩要更好一些,她的古装扮相美丽又大气,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古装美人。 1995年,余丽在《新高青天》、《峡谷神算》中饰演的是鸣鸡雪,美貌令人难忘。 认为余丽古装扮相最美的一部戏就是97年纪《重计状元彩》里的《龙成纲》,气质美貌不输很多穷摇女郎。 1999年,林志颖和苏罗鹏主演的古装剧《绝代双娇》在荧幕热播,创造了超高的收视率,里面有不少的大美人,像陈德荣、李济红,当然还有余丽。 余丽在《绝代双娇》里扮演一花公的大公主姚月,有著绝世武功。 也有铸铁石心肠,让花无缺和小鱼儿兄弟自相残杀,甚至害死了自己的妹妹。 《绝代双娇巨照》,美艳又霸气。 她饰演的《妖月公主》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啊。 这个角色让观众恨得牙痒痒,但也记住了余丽,《妖月》也成为余丽演一生牙最红的一个角色。 2000年,由赵文卓、蒋琴琴、王燕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清河绝恋》播出,这部戏虽然没有大火,但也算一部经典的好剧。 余丽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行寡妇。 余丽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角色就是2001年一部古装神话剧《天地传说》之宝连灯的《三圣母》。 这部戏云集了郭静安、林志颖、沈奥军、陈明珍等众多明星,当时也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。 余丽饰演的《三圣母》温婉却不时坚强,敢爱敢恨,追求真爱。 余丽一度消失在大众视线里多年,2014年在杨幂担任制片人的青春偶像剧《威时代》里饰演画梦君这一角色,虽然年过五十美貌不及当年,但风韵尤存气质依然非常出众,多了几分优雅。 余丽的生命中有一个男人带给他缠绵匪色的爱,也留给他刻骨铭心的痛,那个人就是江湖上人称咆哮叫住的马景涛。 余丽和前男友马景涛 说到马景涛的情史,用一箩筐形容一点都不畏过,绯闻地不说,光有名有姓的一只手都竖不过来,其中也不乏女神级的女人,一个是田丽,另一个就是余丽。 马景涛和田丽1995年分手,后来马景涛在拍摄《包青天》的时候认识了余丽。 当时的余丽在台湾还不红,媒体认为余丽是借助马景涛炒作,其实余丽出身不简单自己也不差钱,根本用不住拿马景涛来炒红自己。 在开始这段恋情之前,余丽的朋友曾劝她考虑清楚,但陷入爱情的女人都是盲目的,余丽亦无反顾投入进去。 马景涛对余丽也十分好,曾发誓为她借酒,更表示这辈子最爱的三个女人,一个是妈妈,一个是女儿,另一个就是余丽。 但两年后,余丽向马景涛提出了分手,因为两个人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在忙,据事儿离多,而马景涛当时事业正红,余丽也不可能让她为了自己放弃事业,所以只好忍痛割爱。 这段恋情其实挺可惜的,无论是对余丽还是马景涛打击都非常大。 如今,马景涛已经找到了真爱吴嘉妮,有两个可爱的儿子,而她曾经最爱的女人余丽依然离个人。 余丽的生命中除了马景涛,另一个值得一说的男人就是曾国成。 曾国成当年和余丽的恋情真真假假,有人说是经纪人炒作,但这段相差五岁的姐弟恋最终没有结果。 2001年,曾国成被保代父母到香港和余丽见面,两个人感情稳定,台媒更是爆料半年内会结婚,但不久余丽却发表声明因为曾国成太夸心决定和她协议分手。 尽管曾国成努力挽救这段恋情,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余丽的心。 后来,曾国成发生了白嫖事件,形象跌入谷底。 05年,曾国成和小九岁的女友Kate结婚,当时还表示会邀请前女友余丽来参加婚宴。 余丽不是那种没得让人惊艳的女人,但很耐看很有气质,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古装美人,虽然没有大火,但也有一些观众记住了她。 她深爱过,被宠异过,也受过伤害,希望这个美丽性感急于一身的女人能找到自己的好归宿,好女人值得被爱。 小编觉得到了52岁仍单身度日好惨啊,也许是以前伤得太深才这样,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